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冠名 马晓丽 第335章 神秘的锅瘸子 当我在醒来时 一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老锅把我从地上抬起来 放在床上 地上已经没有那具可怕的尸体了 好像一切都是我的噩梦 子龙道长努力的思索着 范畴却不理解 怎么会这样 那你为什么会昏倒呢 那老锅又为什么没事呢 那尸体又到哪儿去了呢 那僵尸所说的 他来了指的又是什么呢 子龙苦笑道 我要知道就好了 老锅只告诉我 他当时也晕了 醒来后发现僵尸都不见了 一切恢复了正常 这才赶忙把我叫起来 只是我却看不出 他哪里有晕过的样子 但我虽然疑惑 也毫无办法 我们俩又对着要做纳闷的一会儿 他忽然说困了 然后我们就各自睡觉了 就这么简单 嗯 就这么简单 不然 你还想怎么样吗 半周一皱眉 要说一个鬼魂消失不见了很容易 可僵尸是实体 哪能说没就没呢 难道在他们俩人晕倒了 又有什么东西潜入了屋 把僵尸给运走了 看看子龙道长的一脸迷茫 估计问他是也是白扯 但是那僵尸所说的话又让人费解 他们的魂魄不能离体 活死人 很痛苦 这又怎么是造成的 按照芙蓉姐姐说法 几十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僵尸 还闹过一阵 后来才消停 可圈偏偏在这地府出乱子的时候 他们又醒了 难道这些僵尸跟地府逃跑的恶鬼们 有关系吗 而他所说的 不敢走进隐魂大阵 怕被人抓走 永不超生 指的应该就是自己了 之前一场乱七八糟的大战 这些僵尸一定怕极了 也不知道那些被抓了去了哪 所以才会产生恐惧 以至于那僵尸白天里来求助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眼神 就透露着惶恐和害怕 哎 道长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异常了 应该没有了 一切都入往常 除了这老锅筋个早上 忽然说他闲不住 想出去摆摊 就没有什么了 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 哎对了 上次那条锁链 锁链 在床底下 怎么 子龙道长话被说完 就见范畴弯下了腰 一把掀开了床单 蹲在地上往床下扫了几眼 哎 锁链在哪呢 这 昨天下午还看 明明还在 昨天下午还在 说明就是昨天夜里不见的 哎 我说这个床 就是郭瘸子睡的吧 没错 他在这屋 我在隔壁 难道你怀疑他 不是怀疑 而是很怀疑 这屋里边平时没人来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可是昨天晚上的事 也说不定是我们晕倒之后 又有人潜入 拿走也有可能 你想想 连那僵尸尸体都不见了 锁链也有可能顺手带走 甚至说不定 那人就是来偷锁链 僵尸只是一个幌子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不相信 昨天晚上有人潜入 如果那样 我敢说你现在 绝不可能安然无恙的 坐在这儿 跟我聊这些事 难道你的意思是 老郭他吧 哎 我可什么都没说 说不定那家伙没钱了 拿着锁链子 出去卖 给收破烂的 换瓶酒喝 也是有可能的 否则的话 他干嘛今儿个出去摆摊呢 我有点糊涂了 你一会儿说可疑 一会儿又替他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范愁苦笑 哎 我要是知道啊 我就是那五半千了 现在只能是乱乱的分析 算了 你在这看店啊 我出去找找 没准一问就知道了 范愁没那么多心思 站起身 看了看桌子 发现锅铁子 把他那些算卦的家伙都带走了 不由摇头笑了 这家伙看来是真干老板行去了 不过他就忘记带那个服条了 就是写着 蟑螂不死我死的那个 范愁伸手扯了过来 团成了一团 抓在了手里 出了门就往天桥走 关于给修的车 现在很给力 一拧油门 就到了桃花巷子口 没能出巷子呢 就见一侧胡同之下 田七正在那打转呢 拧着没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哎 七爷 找什么呢 田七只略微抬头 一看又低下了头 墙根脚和几个大树旁边 继续搜索 漫不经心的回头 找猫 找猫 你猫丢了 什么样的猫啊 你只能通灵的黑猫 跟我最亲近的 今天早上说起来 为这些猫猫狗狗 忽然发现他不见了 怎么都找不着 啊 那你先找着 不过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 找不着就算了 再说那黑猫既然通灵 说不定啊 你在阳间已经找不着他了 田七豁然起神惊讶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莫非你知道 小黑去哪呢 你见到他了 范愁忙白说 哎 我可没说我见到你的小黑了 我只是安慰你 一个生命的结束 未必不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呢 急癌吧 啊 你说清楚啊 什么结束 什么开始啊 什么急癌啊 范愁不理他 心中在想 不知道那个神秘的景 什么时候会出现 那里边到底会通向哪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 弄得范愁心里痒痒的 看来只能亲自去一趟 才能知道了 不过现在却不是跳井的时候 他得抓紧时间去天桥找锅瘸子 他隐隐觉着 这个锅瘸子似乎开始变得神秘起来了 第三百三十六章 无半仙 天桥的广场 范愁站在这左右一看 却没发现锅瘸子的身影 走到他往日摆摊的地方 丝毫没有来过人的痕迹 地面散落了几片落叶 应该是昨天入夜之后啊 某对情侣在优惠时 所留下来的痕迹 下意识的分析之后呢 这范愁不由哑然失笑 看来自己这段日子啊 被闹得精神快失常 也快成真破高手了 什么对什么痕迹 都不由自主的想分析一下 但是这郭瘸子妹除摊这个事 让范愁就多虑了 子龙道长明明说 郭瘸子出来就说 他是出来摆摊的 可现在呢 他转身啊 一看周围也有一两个摊位 一个四十多岁黑瘦子不认识 而另一个却是面熟 仔细一看 正是前些天开业时候呢 见过一面的吴半仙 据说跟郭瘸子关系还不错 而且呢 还擅长摸骨项面 半仇走了过去 就见到吴半仙啊 在那摆了一张小桌子 遮着个红布 身穿红色的中身装 头发那书的正亮 带了一副黑墨镜 腰板挺的溜枝 在那里一声不吭的韵气 在那桌子那面前边呢 摆了一个红底黑字的招牌 帽子啊 是自制的 上边写的字不错 从上下到大呢 从上到下 共八个 祖传悬术 摸骨神像 他本来啊 是想过去问问吴半仙 有没有看到郭瘸子 不过他看着这吴半仙的半仙 先锋道骨的 不摇的 就起了好奇心 就想过去 让他帮忙看看自己 他就想着呢 见一个高大的汉子 亮亮呛呛 从远处走过来 满身酒气 走到广场 看了一圈 是直奔吴半仙的挂摊 这汉子是又高又胖 黑灿灿的脸盘子 横眉逆目 一看就是飞扇类 他几步晃跃的 吴半仙的挂摊前 伸手一拍坐的 一去不散的问 啊 你这老头会放挂呀 吴半仙神色不动 微微点头 祖传悬术 摸骨神像 说了这八字招牌 他却不再开口了 那汉子恶声恶气的说 摸骨 你他妈能摸准吗 摸不准 没想到 吴半仙抬头却一摇头 这个奇怪了 给人算瓜都说自己算得准 哪有说不准的呀 那人给怒了 你看我给不起钱啊 今天我就让你摸 啊 吴半仙微微一笑 你要是非要摸 那就得双倍加钱 因为你骨骼齐特 非凡人相爷 那人一听疑了一声 上下打量吴半仙轰然道 好 双倍就双倍 啊 既然如此 请坐 那人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在桌子前边的圆凳上 把手往桌子上一放 眉头一挑 粗声粗气的叫的 摸吧 吴半仙也不言语 伸手抓过那人的手掌先摁了几下 随后开始慢慢的捏动 那个人也不吭声 瞪大了眼睛 任凭吴半仙在他手上是摸来摸去 范畴在一旁啊 是看得聚精会神 不过却看不出什么门头 就见吴半仙在那人手指和手掌间就摸了几把 又在手腕和小臂上掐了几下 就停了 虽然戴着个墨镜看不出眼神的变化 但脸色明显就沉了 怎么着啊 摸完了 就这么几下就完事了 吴半仙默然点头 伸手摸了摸下巴开口 既然你想让我给你算的准 那就恕我直言 他说到这儿微微一顿 抬眼看那人没什么异常的举动 我实话实说 你是个囚徒 最近刚刚释放 那人一听猛然就站起来声 满脸惊讶 哎呦卧槽 还准呢 坐下坐下 我还有后闻呢 只是你最近恐怕还要进去 怎么着啊 为什么 你怎么说我还得进去 欲问因果 还得摸 来 把头伸过来 那人这回二话不说了 把脑袋赶紧递过来了 吴半仙也不介意 伸手就往他的后脑勺和脊椎骨上一搭 搭他们几下 你这两天想做一件事 如果你这个事做了就会进去 而且还有血光之灾呀 他话音一落 只见那大汉扑通一下就跪下 连声道 师傅 求 求 执点迷津哪 你若听我的话 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否则你心头恶念难除 早晚会再生事端 这话已出那人彻底的服了 砰砰砰给吴半仙乱磕了几个头 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 吴半仙站起来身 扶起来坐好说着 莫怕人生不如一者大多 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你若有心思不如说出来 消消心头执念 说不定就没事了 师傅 你老是当头报贺呀 于是这人就哀声叹气 连哭带鼻听的讲述了自己的事 原来这个人啊 刚刚从监狱里出了 故意伤害罪 盼了时间 出来回到家一看 媳妇已经跟别人好了 那个人还是自己曾经的好朋友 他顿时连怒怠恨却没声张 暗地里就寻思着 要杀了这对狗男女 正犹豫不决呢 一个人出来喝闷酒 无意中就来到了这 见馆场有送挂的 就过来侧侧吉凶 不想被这位师傅 全部都知晓了 听完他这段话呢 吴半仙微微的叹息 所谓善恶一念间 你一去十年 事事变化难预料 你既然富人在先 又岂可责怪他人 富你在后啊 这人一听啊 顿时就跪倒在地 咕咚咚咚咚磕了仨想头 站起身把兜里所有钱都掏出来了 往桌子上一放 拘了一个宫说着 师傅 果然是高人 你救我一命 我无以为报 就按你说的 我远走高飞 眼不见心不烦 各自过自己的日子 堂堂七十男子汉 天涯何处不存身 说吧 这个人给吴半仙深深鞠了个躬 转身就走 哈哈大笑桑生是扬长而去 范愁看的是彻底目瞪口呆 如果说之前他看郭瘸子给别人算卦 那基本就是三分相 七分天 整个一大忽悠 可这吴半仙深手这么一搭 便知过去未来 这可绝对是真本事 范愁走了过去 却已是心怀敬畏 小小心翼翼的招呼道 吴大师 忙着呢 给您老请安了 吴半仙一件事 他也笑了 哟 这不是犯四掌柜吗 这么闲呢 我这不惦记您这摸骨像是神像 你有空的话 给我也摸摸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货 第335336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播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